穷人就应该直接搞钱 其他都是瞎扯 叫你去读书啊 什么旅游啊 健身都是瞎扯 因为大部分的穷 就是因为缺乏足够的饥饿感和目标 你看上去好像 有人的人跟你差别不大 突然他一夜之间发达了 就是他的目标感比你钱 或他的饥饿感驱使他比你钱 所以我赞同穷人直接搞钱 抛开别人 就做得懂 第一个 直接订着目标去 哪怕我帮庄挣钱 我都要去帮庄 不要再去提高认知 先形成行动 第二个 找到自己最擅长的事 叫杠杆最大的事 人生就是叫做复利加杠杆 复利是什么 就在一个领域极度的庄严 庄严了以后来再形成杠杆 你的思想被别人认知了 或者你雇了十个人了 你就形成杠杆了 那个脑洞就变成你的杠杆了 对不对 尽管他也会拿走一共分收益 但你整体收益变大了 第三个 如果你的目标没有达成 修正一下 还别忘了 还是直接搞钱 当你挣钱挣得多的时候 就这么现实 就是你觉得你什么都是对 人的认知也高了 什么都高了 真的 财富使能进步 为什么叫你搞钱 我见过很多 原来我就没读过太多书 或者修演不高的人 他后来一些偶然的机会挣了钱 我在脸脸看他的时候 我把他财富抛掉 我觉得他就是水平提高的 因为你有钱以后 你见的事 见的人不一样 因为你不为五斗米折腰了 你能回归你自己本心 和事的本质的时候 你的进步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自己 真的我见了一个企业家 他也是做一个企业 因为一些风口的原因 他上市了 他获得了大几十亿身价 我在几年以后见他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他的视野谈吐 完全改变了 所以我当时发自内心的 在我本上写了几个字 直接搞钱 一个人 els的